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肿瘤变大且破裂 一直备受病痛 嘴张不开 吞咽困难 近来体能下降 我才意识到他身体到了极寒的状况 这时才想起用此法为父亲调理 目前遇到一个困惑是 因为肿瘤压迫了左耳后的原始点 导致耳后大开关肿且硬 我看到近年的关于肿瘤的解答 了解到不能在肿瘤上直接操作 我想请教张一世 像这种情况 是不是不能在肿块上操作 即便它是大开关也不行 而应该从肿块的周围找突破口 请老师解答 好 他问的问题很好 第一个 他的肿瘤刚好就是在我们头部原始点的额后 所以这个 他那个肿瘤是肿且硬 他有这样讲 好 那硬结肿块肿瘤 面对这些状 症状的状 这些异常形态也好 好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的 第一个还是要找我们的大开关 那刚好我们的大开关头部原始点 就是耳后还有整骨下缘 那我的建议就先从整骨下缘按推 一定要按推 好 那这个肿瘤长在耳后 那如果耳后按不到 那肿瘤硬结肿块 一定在周围可以找到压痛点 一定可以 按按看 那我也觉得是不是耳后就不能按 可以试着按按看 如果按了还是有压痛点 还是可以用 所以不要拘泥于 它已经长在那个 因为它是状不是症 如果症多数它处体伤 要从眼处来找 比如说你耳后这一点感觉很痛 那个是症 那症你要解决 耳后很痛 那应该就从整骨下缘去按 很多就可以解到症 一定要从它处解症 那如果硬结肿块肿瘤 那原始点又在那里 我认为还是可以试着用 但一般硬结肿块肿瘤 要让它消 一定要在周围找压痛点 那至于它如果有症 要解决的话 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会造成 什么不舒服啊 我们来看看上面它 我看看它上一页 它就是一直被病痛 嘴巴张不开吞咽困难 好就这些症状 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是肿瘤 一定是在周围患处长 但是它这前面这些吞咽困难 还有嘴张不开一定是头部 原始点一定要按 那头部原始点这时候可不可以按 可以啊 它因为有嘴巴张不开 那这里头部原始点耳后再长 虽然有肿瘤在 还是可以按推头部原始点 这时候就不要拘泥了 所以你按 你一定要很清楚耳后为什么要按 不是要解决肿瘤 解决肿瘤是要在肿瘤周围患处 找压痛点 而你嘴巴张不开 那是要按头部原始点 而吞咽困难 我最常见的就是 这些吞咽困难一般都是在整骨下延 所以整骨下延也要按推 所以这个患者我的建议是 可不可以按推头部 而头部原始点当然一定要按 那肿瘤长在头部 为了解决脏不开 嘴巴张不开吞咽困难的问题 头部原始点 也就是耳后那个长肿瘤的原始点 能不能按 当然可以按 所以对于这个患者 我就这样答复 他头部原始点 耳后还是能按 那再来要解决肿瘤 就在肿瘤周围找压痛点 患处压痛点 好 我就回答到这里